赵总 马总 这么着急找我回来 谁要见我 一个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的人 至少他来公司 让我感到很奇怪 那得好好会会他呀 看来我果然没有猜错 查尔德先生 算是个稀客案 长时间不见了 先生 先生 长时间不见了 这个是住民 天呐 高兴 你 见到 你 你 喜欢吗 作为我们从事金融的人 细节决定成败 很正常 是 很赞同 其实我很欣赏完美主义者 尤其是找合伙人的时候 这是最关键的一个条件 那好 我们言归正传 谈谈你的相话 上海 东晨 旅游公司 他们最近开发了一批线路 香港 澳门 新加坡 泰国 马来西亚 这五个地方其中最重要的是香港 你应该知道 他最近回到你们中国的手里 他应该可以吸引大量的游客 而且我知道 你们最近投资了一个 在上海的主题公园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来投资这个项目的话 我们可以把整个 和旅游项路的起点 放在你们上海的主题公园 而且 可以给你们保留一个百分之三十 利润的分红 你觉得怎么样 跟你的老朋友Charles合作 这么好的项目 这么好的桥建 完美 不订好 我觉得非常好 这个项目确实 给我们海融公司带来极大的利润 但是 我说不 你明白吗 不 为啥 这么难得的一个项目 这么好的相见 你 你咱们可能 咒咒一下 先生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 我的老师教过一句话 叫做事先做人 做人就要有他的原则 和道德体现 我给你提个醒 以神宝 还有何为平的事情 你敢说 这里面的事情 真的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就真那么干净吗 我想我不说 你跟我心里都清楚 对吗 好 这件事已经过去了 我们不谈它 看看这里 这是哪儿 这是中国 这里将会是全世界 所有投资者的市场 中国欢迎任何一个支持 改革开放的合作者 但是 他绝不支持把金融骗局 带来中国的投机者 带来中国的投机者 查尔道先生 其实今天你能来到这里 我非常感谢 说真的 查尔道先生 你既不是我的朋友 也不是我的敌人 既不值得我尊重 也不值得我讨厌 最后 送你一句中国的古话 叫道不同 不相为谋 我送你 你会后悔的 期望如你所愿 尹教授您好 想问一下 关于金融服务体系 您有什么自己的看法 金融作为帮助实体企业的工具 能够切实汇集中小企业群体 这便是创新金融的意义所在 这次海融集团用产业链的金融模式 致力于打造一个降低流通成本 提升流通效率 确保交易安全的 产业价值链服务体系 这个已经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 它的创新性和实践性 我是十分看好的 是的 作为海融投资集团的董事长 赵海英呢 也十分具有个人魄力 他带领一家刚刚成立一年的公司 取得了现在的成绩 可 法次律的 Sharles的记忆 贺三的记忆 记忆如何 最近成立一个投资公司 这几次起起落落 都打不倒你呀 雷某 佩服 雷总 命运这种事 谁又能说得好呢 有句话 不知道雷总听说过没有 人永远不知道 明天会发生什么 就像我赵海英 从来没想过 有一天会有一个 属于我自己的投资公司 我说得好 马总 马总也是合伙人 我真想不到 两位都是摔过大跟头的人 这次凑在一起 给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呀 再进入这个圈子呀 他没有长盛将军 但是他跌倒以后 他爬起来了 他就长了一个心眼 他不像有些人是啊 总是抓住别人 曾经犯过的凑而不放 这 这不是切心眼吗 好 诸二位合作愉快 试陪 赵总 这会儿 我俩 我先看起来 我 CLOSED 你 我先看起来 你 我先看起来 你 我先看起来